那么大家好,这节课呢,我来给大家讲解React之中的无状态组件 好了,大家呢,现在接触的组件的类型可真不少 你接触过普通组件,UI组件,容器组件 我们今天呢,又要接触一个组件叫做无状态组件 无状态组件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打开之前的这段代码 大家可以看到啊,To-Do List UI是一个UI组件 这个UI组件呢,比较奇特 它呢,里面只有一个Render函数 当我们的一个组件只有一个Render函数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用一个无状态组件来定义这个组件 好,无状态组件怎么定义呢? 其实无状态组件就是一个函数 我们可以这么去定义 ConstTo-Do List UI 等于,它就等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呢,会接受一个Props 同时要求你返回一段JSX 好,然后呢,大家来看啊 我把标准的这个容器组件里面的这段JSX 拷贝一下 然后呢,我把下面的这个普通的组件啊 给它注释掉 取而代之,我在这个函数里面 去把刚才渲染的这段JSX代码粘贴过来 保存 我们稍微改一下里面的内容啊 这个函数接受一个参数叫Props 也就是副组件传递过来的内容 那么这里我们再去用这个 副组件传递过来的参数的时候 就不用this.props了 直接使用Props就可以了 这块也是一样的 再去找一找 this.props都替换成Props 这里也是一样的 好,剩下的内容呢 不需要修改了 保存 这个时候 我们就构建出了一个无状态组件 保存 我们到网页上刷新啊 一 二 然后删除 没有任何的问题 所以呢 讲到这儿 大家就知道 无状态组件是一个什么东西了 当一个普通的组件 只有render函数的时候 我们呢 完全可以通过一个 无状态组件 来替换掉这个普通的组件 那么 无状态组件 相对于普通的组件 它的优势是什么呢 无状态组件 它的性能比较高 大家想 为什么无状态组件的性能比较高 因为它就是一个什么东西 它就是一个函数 而我们看这个 To-Do-List UI这个普通的组件 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 GS里面的类 这个类生成的对象里面呢 还会有一些生命周期函数 所以呢 它执行起来 既要执行生命周期函数 又要执行render 所以呢 它执行的东西 远比这个函数执行的东西 要多得多 所以一个普通组件的性能 是肯定赶不上一个 无状态组件的 所以呢 以后大家如果看到一个组件 只有render函数 这个时候呢 我建议大家 直接使用无状态组件 来定义这个组件 这样的话 性能是最优的 好了 有了无状态组件之后呢 我就可以把我的这个 普通组件干掉了 我们用这个性能更好的 无状态组件 那大家也可以看到 无状态组件 一般我们什么时候用呢 当我们去定义一个 UI组件的时候 它只负责页面炫的时候 没有去做任何的 逻辑操作的时候 这个时候 UI组件 一般我们都可以通过 这种无状态组件来定义 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 我们说啊 UI组件虽然理论上 它应该只负责页面的渲染 但是有的时候呢 你让它去简单的做一些逻辑 也是可以的 这不是一个完全就说死的事情 具体怎么做 还是要根据我的需求来 好 这节课呢 我们就给大家讲解这么多 大家加油